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昨天整个迎风面的北东地区零零星星一整天都还是有一些飘雨 不过好消息是从今天开始天气会恢复比较稳定一些 所以今天中秋廉价第一天如果想要出去走走的话 过来这四天天气相对都是蛮不错的 今天虽然说还是吹得偏东北风 不过水气整体上来讲都比较减少一点 但是迎风面的花东地区偶尔还是有一些零星的局部降雨 这个降雨相对是比较少一些 所以大家出门的话其实不用太过担心 而至于中南部地区则是在午后 各地山区也不排除会有一些局部雷震雨的状况 所以详细的降雨变化我们透过了雨区预报 带您进一步来掌握 主要的降雨今天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都是非常零星的飘雨 比较留意的是在中南部地区的山区 还有靠近山区的平地 在今天中午过后 不排除在山区会有一些雷震雨的情况发生 所以如果说廉价期间 今天下半天想要到山区走走的话 中南部地区一定要注意路况上的安全 也建议您最好带着雨伞来备案 而就在今天晚上开始 整体上水气都减少了 不过今天晚上因为有一些风的符合效应 所以在高平的沿海地区 也不排除会有一些零星降雨 不过气象局也说了 这个零星降雨对今天晚上赏月的指数 其实不太受到影响 所以好多人都关心 今天晚上到底哪些地方赏月的几率 相对比较高一些呢 其实从这些数据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今年赏月指数普遍都是比较偏高一点 北部地区今年赏月指数 在今天来到60% 中部地区算是天气最好 可以来到90% 而最南部地区来到60% 但是要留意的是 在整个花东一带 还有迎风面的东北角一带 其实云层还是有可能稍微比较多一些 所以今天的赏月指数呢 基隆来到了40% 宜蘭40% 不过花莲台东来到了60% 而至于外岛地区的话 其实天气也蛮好的 马祖呢 今天的中秋赏月指数70% 金门跟澎湖都可以来到80%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把握 未来这几天的好天气 而至于未来的天气变化 我们来看到了 透过了这一张气象局的图 可以很明显地掌握到 其实今天中秋节开始呢 整个东北风现在还影响着 不过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呢 整个雪气已经开始明显减缓下来 所以只剩下呢 整个中南部的山区 有一些零星的飘雨 因此今天白天开始呢 北部地区天气就会越来越好 那么从明天开始到 这个中秋廉价的第四天 其实啊 在廉价的后三天 天气呢 反而是一天比一天的来得更好 甚至呢 整个温度的部分也会慢慢回升 全台呢 有机会高温都可以来到30度以上 而最降雨的部分呢 也相对比较零星一点 只有在整个花洞一带呢 会比较偏东风 所以在整个花洞一带呢 会有一些零星的飘雨 以及中南部的山区 也会有一些午后的雷震雨状况 但是要留意的是 从下周一开始 又要上班上课了 到时候呢 整个天气啊 会有所转变 因为在整个中秋廉价期间 天气相对是比较好一些 但是呢 到了下周一开始上班上课之后呢 整个东北风又会增强 而且水季也会比较明显增加 所以迎风面地区啊 包含整个桃园以北 还有整个北北极 以及宜蘭一带 甚至包含中部山区 南部的山区 雨呢 都会下得比较明显一些 那么最后来看到 是今天的高温部分了 今天高温呢 其实北部地区 因为呢 还是受到有一点 零星飘雨的影响 北部的高温来到 26到27度 中部地区高温 可以来到 31到32度 南部地区的话 高温来到 32到33度 天气上 相对比较闷热一点 而至于东半部地区 宜蘭27度 花点28度 台东可以来到30度 半岛地区的话 今天高温 马祖25度 金门29度 澎湖今天高温 可以来到30度 最后几个天气重点 要提供给大家来参考了 中秋廉价第一天 天气呢 将是越来越好 而且呢 北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呢 降雨的水气呢 也会比较明显地减少 所以呢 天气整体上来讲 都是回温 而且稳定 从明天开始呢 整个风向呢 会比较偏东风 提醒您呢 整个花东一带云多 而且呢 偶尔会有些 零星飘雨的状况 但是明天开始 温度会慢慢地回升 全台各地高温 都可以来到30度以上 甚至呢 南部地区高温 可以来到32到33度 一定要注意 日夜温差 变化比较大一些 再把时间交给家如 好 谢谢华千 也欢迎您 请锁定Hello Taiwan 我是张家如 首先就来看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社讯出席了一项 活动致辞时 他力挺台湾 他说呢 和国是自欺欺人 他又还把这次内容 放上了推特 照片背景 还有一双 台湾黑熊的玩偶 不过呢 又引起了 大陆方面的严厉抨击 那疫情仍然严重 像加州的迪士尼乐园 到现在无法重启 迪士尼也宣布 要裁员两万八千人 这也是疫情爆发以来 最大规模的裁员之一 也让迪士尼的股价 随之重挫 加州法国首都巴黎 一起来都是时尚之都 但目前疫情 不算充分的缓解 时装发表会 要如何举办 有人呢 就想到了一个 搬到户外的方法 一起来看看 天晚间呢 中秋连假的前夕 为了避免双家 红台价格 所以北市小宝官 特别来到 南鸡场夜市鸡茶 大部分双家 都有标签除价格 也有发修 像是卖咸水机 还有鲁味这一些店家 没有标示重量 小宝官也提醒 最好多一道 称重的手续 可以避免消费纠纷 保障双方的权益 尤其呢 国内旅游很夯哦 相利用航空 7月到10月 马祖的班机 载客数 可能会创下历史新高 经位数多达 有263,300多个 马祖的南竿航线 搭机需求量大增 所以航空公司 也继续地加班机 来满足大家 搭飞机的需求 在桃园复兴区 建于1966年的复兴桥 如今哦 当地的工作赤字有2300万 办理了光雕 还有这个主所的更换工程 配合冲冲晚会 还有烟火秀 即期每一天晚上 7点到晚上的10点 会有灯光秀 而且呢 七彩的灯光 象征是泰雅祖林的庇佑 增加山区的夜间观光亮点 另外冲冲冲要烤肉 高雄凤山的陈毅礼 举办一年一度的封街烤肉大会 以往呢 每一年都是超过 有150桌的规模 但今年哦 因为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林少原本想要配合政策 把规模缩小一点 将参与人数控制到 1000人以下 不过呢 因为参加的民众 实在太踊跃 现场呢 昨天晚间还是涌进了 上千人一起来烤肉 场面相当热闹 烤肉箱当中 中秋的四天连假 在今天已经正式登场 高贡许玉郭 将会是史上最塞的 中秋连假 昨天呢 西部国道 从下午的三点之后 就已经开始涌现了车潮 包含了国道一号 国三有多处路段 还一度紫暴 车速低于20公里 反倒国道五号 大致是顺畅 不过呢 高宫局预估 国五今天早上 四点就要出现车潮了 位置持续到晚间的五点 恐怕会连塞12个钟头 各地也陆续出现了 返乡人潮 昨天晚间呢 在台北车站 要搭高铁的民众 就要先排队 十多分钟才能够顺利进阵 让民众说 好像比跨年还要夸张 而另外呢 为了要疏散旅客 高铁加开了 两个南下的班次 台铁则评估 最高的运载量 可能呢 是廉价的第一天 或在休假日 可能会高达 八十四万人次 对后座的旅客 走右边通道 对了 就留着 去排队 拉开嗓门 远景疏导民众 之前在台北内湖 发生了公车吹祸意外 在从柯林追命驾的时候 他一次是吸毒后开车 尿成了一死一伤 好 过少蔡新翔 昨天表示 不可以纵容独驾 目前已经着急 要来研拟修法 警察当中 有关于独驾的规定 希望更用严格的手段 来吓阻驾驶的侥幸心态 Samsung Galaxy S20 F1 5G 出色登场 最新的Samsung来关心 今天是廉价第一天 不过凌晨一点 高雄凤山就发生了 砍人事件 有一名男子 他是头部中刀 熊前还是同洞的邻居 原来这名嫌妇 不满对方看他 回到了住家 就拿出了一把开山刀 下落之后 再遇到又被除全殴打 就让他气到拿刀砍人 好 熊秋节四天联奖 已经正式登场了 您准备好烤肉食材了吗 昨天晚间 我们直接没事卖场 发现今年民众 特别喜欢买鸡肉和台湾猪 所以可以看到 都已经拿光了 冰柜慢拿到快要见底 而且很有趣的是 大家好像累积了 消费力也爆发 因为那随心问三位民众 就有两位客人 他们一次买到了 上万块的金额 民众眼睛眨都不眨 一盒两盒三盒 就往篮子里放 但今年最抢手的 似乎是鸡肉区 一个个冰柜都见底 快被扫空 不论腌制好的罗勒鸡腿 还是鸡肉串 都有人爱 今天买棉花糖 棉花糖 然后金盾菇 还有酒 今年中秋不能暴富是出国 很多民众暴富是吃肉 推车装好装满 结账金额还破五位数 有鱼有肉 有苹果 有水果 今天这样结账多少钱 一万两千多 零食还有烤肉的用品 牛小排 对 就大概就这样 花了多少钱 一万多了 一万多 民众消费不手软 就换店员捕货 捕到手软 有趣的是 今年狂潮 每猪每牛一体 业者在包装上 明确标示台湾猪 暗情不忘 至于疫情后 好多人开始注重健康 卖场把整个柜子换成沙拉 也成为一大销售战场 2020发生好多事情 疫情之下还能团圆 多不容易 今年中秋 民众特别敢花钱 佳节打打牙记 也跟珍惜的人聚在一起 东三新闻在台北采访报道 而昨天晚间呢 在台北大刀城码头 河滨公园 看到现场已经非常热闹 烤肉的时候呢 一边已经传来 卡拉OK的伴唱声响 许多民众就爱这一位 还有民众呢 是新家代券第一次来考 要来开启廉价的美好假期 而今天10月1号 同时呢 也是大陆的十一国庆 昨天晚间 艺人欧阳娜娜 他不为舆论的拼评 登上了大陆央视 国庆特别节目 穿着一袭红色的洋装 和大陆以及香港艺人 来高唱歌曲 我的祖国 而对此呢 他的父亲欧阳龙则表示 目前暂时不回应 会架小时间对位书名 欧阳娜娜还有歌手张小涵 是在央视的晚会中演唱歌曲 不过都听起来 也似乎巧妙地 避开了敏感的政治话题 好 今天看到了整首歌 欧阳娜娜她独唱的歌词 是这两句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还有朋友来了有好酒 其他呢涉及了政治意味的歌词 都是合唱 画面则是用远景来带过 而张小涵呢 则是第五个表演登场的歌手 和另外三名中港澳的艺人 合唱大陆的抗议宣传歌曲 两个人除了演唱 全程也都没有发言 再来关心最新的现场 今天凌晨台中有一家 只才工厂突然发生了 火警意外 当时呢床内还有人 还是儿子哦 闻到怪味道惊醒 立刻叫醒了爸妈 还好一家三口及时逃命 不过呢工厂也复之一句 已经陆续登场了 所以金马奖昨天也公布了入围名单 影后组是有桂伦美 谢欣颖还有白领等 来争夺影后大位 而男主角奖项 则是今年三岁大对决 而今年入围的最大赢家 则是电影消失的情人节 一口气入围了十一项 而再过去呢金马奖 只有得奖人才可以得到了 金马联名款黑色电锅 今年改变成为雾金色 还大方送 入围者通通都可以拿得到 另外呢配合了防疫 还推出金马联名的限量款口罩 和空气清淨机 才不到十分钟就被要求要先买单 而且呢食材具 才九点就开始来打扫收拾了 还说这里打烊还有两个钟头 时候这么快 是吃到饱还是怕人吃 一整天湿湿答答下着雨 其实从今天开始呢 整个天气就会恢复比较稳定一点 而且全台呢 都是可以看到阳光露脸 来看到这是目前台中 台湾大道的吉时影像 其实现在啊 中部地区南部地区 还有东半部地区 好多地方呢 都已经可以看到阳光了 所以感受上呢 其实今天天气呢 真的是蛮不错的 来看到中秋廉价第一天 今天呢是十月一号星期四 现在台北市温度来到了 二十一到二十二度 中部地区东半部地区 来到了二十四到二十五度 不过现在啊 高雄已经来到了二十八度了 那么整体的天气变化 我们透过了卫星云图 现在您进一步来掌握 今天开始呢 整个东北风还是影响我们 不过跟昨天比较不一样的是 昨天呢 还有一些华南的水气影响 所以昨天迎风面的北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呢 其实一整天 零零星星都还是飘着雨 但是今天中秋廉价第一天呢 老天爷其实非常的赏脸 因为今天白天开始呢 各地的天气就会恢复比较稳定一点 而且水气呢 也是逐渐的减少下来 所以迎风面呢 北部地区东半部呢 水气呢 也会开始减缓下来 但是要提醒您留意的是 今天呢 整个中部一北地区 还有北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呢 清晨的时候 还是比较偏凉一点 低温呢 大约就有二十一到二十二度左右 高温的话 今天可以来到二十六到三十度 至于降雨的变化 其实主要呢 都是集中在整个中南部的山区 所以我们透过了雨区预报 带您进一步来掌握 今天详细的降雨 主要的降雨呢 其实除了整个北部地区 迎风面 偶尔会有些零星飘雨以外 主要的降雨呢 都是在整个中南部的山区 所以今天下半天 如果说中秋天假第一天 想要到山区去走走的话 要注意哦 从这个雨区预报来看的话 就是在今天下半天 中部以南地区的山区 还有包含南部的 靠近山区的平地呢 有机会在今天下半天 会下一些午后雷震雨的状况 而且呢 提醒您到山区的话 也要注意自己路况上面的安全 而至于今天晚上开始呢 水气又更少了 不高雄屏东一带啊 其实呢 因为受到一些 符合的风效应影响 所以呢 在整个沿海一带 高雄屏东在今天晚上 有机会 也有一点零星飘雨 但是气象局也说了 这样的零星飘雨呢 其实不太影响 大家赏月的几率 所以呢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 今天中秋廉价 而且是中秋节呢 赏月指数如何呢 来看到了今天呢 整个北部地区 赏月指数可以来到60% 中部地区呢 可以算是天气最好的 赏月指数来到90% 至于南部地区 赏月指数来到60% 但是要提醒留意的是 包含像是基隆啊 跟宜兰 云层还是会比较多一点 赏月指数呢 在今天是40% 花莲台东现在说 今天有些局部的零星降雨 不过赏月指数 还是可以来到60% 而至于外岛地区 天气看起来 也是蛮不错的 马祖今天赏月指数 70% 金门 澎湖 都可以来到80% 而至于未来几天 天气状况如何 我们通过了气象局这张图 要带您进一步来掌握 事实上从今天开始呢 中秋节第一天 东北风虽然说 还是影响我们 不过啊 今天呢 整个北部地区 天气还是比较偏凉一点 花冬一带呢 有些局部的零星降雨 但是整体上来讲 今天白天开始呢 北部地区 天气就会比较 逐渐的恢复稳定一点 而且呢 天气更好的呢 将是在中秋 廉价的后三天 从明天开始呢 一直到星期天啊 东北风减弱 北台湾呢 气温会回升 而且可以高温 来到了三十度以上 只剩下呢 会转偏东风 所以东半部地区 包含了宜兰 花莲台东 银风面会有一点 零星飘雨 以及中南部地区 山区呢 在午后也会有一些 雷震雨的状况 但是老天爷呢 其实这一次呢 今年的中秋呢 对大家算是非常的好 因为在中秋 廉价四天里面呢 天气都蛮不错的 但是从下周一开始呢 恢复上班上课的日子之后 东北风又要再次来增强了 因此到时候从下周一开始呢 到下周三这段时间呢 整个桃园以北地区 还有北北极 宜兰花莲一带 甚至中部南部的山区呢 雨势都会变得比较明显一点 而且温度的部分 也会再往下掉 而至于今天 全台各地的详细温度预算如何 我们带您进一步来掌握 现在看到北部地区 台北桃园新竹苗栗 今天可以看到阳光露脸 低温二十一到二十二度 高温的话可以来到二十七到二十九度 中部地区 台中彰化南投云林 天气在这几天非常的好 高温都可以来到三十一到三十二度 南部地区 在台南高雄屏东 今天高温则是可以来到三十二度 也是蛮有机会可以看到月亮 而至于东半部地区 基隆宜兰高温可以来到二十六到二十七度 花莲台东高温二十八到三十度 外岛地区的话 马祖今天高温二十五度 金门二十九度 澎湖今天高温三十度 最后几个天气重点提供给大家来参考了 四天连假大家都可以好好把握 因为从今天开始 天气可以算是一天比一天好 而且一天比一天还要热 所以从明天开始 整个温度会更稳定一点 高温都可以来到三十度 不过提醒您 从明天开始 整个风向会转偏东风 所以迎风面的宜兰花莲台东 云层会比较多一点 偶尔非常离心 会有一些飘雨的状况 那么由于温度的部分 在未来几天 高温都可以来到三十度 提醒您先半步地区一定要注意 日夜温差会比较大哦 再把时间交给家如 好 谢谢花莲 再来关心是一年度的 南投茶叶博览会 今年来到了第十一届 在十月九号就即将要开幕 活动期间主题非常的丰富 林明珍也说 希望今年可以创造 一亿五千万的商机 好 桃园有一家烤肉业者指控 有民众呢 预定倒服烤肉 金额总共有两万五千块 客人却实实没有给他们完整的地址 询问食材没有回 而且也不先付订金 业手无奈之下取消了订单 却反遭到消费者威胁恐吓 周扬要注意交通安全 被事情举止出 今年车祸受伤的人数 比去年同期都高 其中呢是以十八到二十五岁的 机车族占最多 机车族当中又以学生占了大多数 尤其呢各大学已经开学了 中山大学也剪辑了 多部骑士违规的影片 教学生来宣导务必要遵守交通规则 有一名网友发文哦 他在网路上发现了一款 卖瘦腿袜的店家 广告效果非常的夸张 因为呢穿上袜子的右腿 明显比左腿纤细了很多 不过照应在墙上的影子呢 可以看到狂起来的地方 仍然还是相当的粗壮 明显呢是修徒的 让他忍不出吐槽留言说 你忘记把影子穿袜子了 没有想到刘完妍惨遭店家封锁 台北知名的糕饼名店 有人直接在外面摆摊来转卖 卖的还比店家卖的便宜 因为呢这个摊贩 先是以九折的价格 订购了七万块的糕饼 取完货之后呢 就跑到了店家的门外摆摊 再以九五折卖书 但对此店家也非常的无奈 明显少年搭船 在水中看到了一面鲨鱼的背鳍 他还以为呢那是一只对人比较无害的鲨鱼 就这样子直接跳下了去 想要和他来共游 结果后来发现原来是一只大白鲨 朋友呢当时很惊喜哦 立刻朝他大喊说快回到船上 让他也惊慌失措地逃回到船上保命 也是很惊喜的状况 国外这个男子哦 在淹水的时候 试图要拯救困在水中的小蛇 没有想到他鼓起勇气 把他拖上来之后 突然呢又出现了一条巨蟒直接这样滑了下来 让这个男子也吓到失足落水 最后呢一人两蛇都消失在镜头前面 网友通通看啥夜 还说呢看来小蛇的蟒蛇朋友也试图前来帮忙 台北有人辆公车后方的变电箱突然冒烟起火 还好司机很急紧地拿出了灭火器来扑灭 原来呢一查是有乘客把包包就放在了公车的变电箱上 一次水平翻倒才会短路起火 说到了大车 有些地方真的千万不要放包包 像台北捷运的文湖线车厢的平台 也是千万不能放东西的 因为呢在平台底下就是操控行车的面板 万一要是真的出了问题 可能会影响到行车安全 有一名网友呢是到法郎去剪头发 没有想到设计说拿出的围裙是龙袍造型的 看起来当场黄袍加深让他当了一次皇帝 这么夸张的造型让不少的人看到都笑着说皇上吉祥 还有很多人留言说想要请问你哦 设计师是跪着帮你剪头发吗 台北万哈区的色情产业遭到了警方强势攻破印钓据点 有17名的印钓女子哦被发现只有一个是本国籍的 其他都是外籍人士 而且哦都是于其居留甚至还有偷渡来的 众说他开车经过了平交道 前方火车通过栅栏才升起一秒之后立刻又放下 导致说他的车被迫停在了平交道的网线 一度还以为要被开罚七万多 还好呢罚则新修订随时被开罚了九百 不过他也说这种栅栏升起又立刻放下 就跟陷阱没两样 现在想要到南台湾走一走 高雄市府也大力行销 而且我推出的是免费畅游 寿山动物园 高山之眼 还有奇金贝壳馆 今年开始到年底都免费门票 而另外呢高雄市的住房旅游 目前还有近八成 有两成的订房空间 所以呢高雄市府也说 欢迎民众利用连续假期到高雄来观光消费 全新进化 Panasonic蒸汽烘烤炉 全平面加热 让烤色更均匀 蒸汽烧烤 美味更健康 轻松做出多样料理 日本同步品味生活 Panasonic 一直吃 一直吃 耶 一直吃 也要美美的 姐为你喝 爱之味分解茶 独家沃沃山苦瓜萃取 降火器 姐油腻 就喝爱之味分解茶 通通流血 爱之味分解茶 浩扎先知道 而且来关心 昨天金马奖入围名单揭晓 艺人纳豆也有入围到最佳男配角奖项 这个世纪2016年之后 相隔了四年再度来问顶金马 昨天晚上她开了直播 而且看起来情绪蛮激动的 忍不住大爆哭 原来呢她露露 前阵走没有骗约 一度还怀疑自己 而且我知道现在入围了 情绪还是非常的开心 所以呢才哭了出来 另外昨天发生的地震 不少人手机都有收到 这国家级的警报 另外赖平鱼呢 就在脸书贴出说 她也有收到 不过网友发现 亮点根本不是这国家级的警报 是背后的这一张合照 因为发现她手机的桌面 放的是和她的艺人男友 曾文学的合照 所以早上让网友暴动留言说 这个才是国家级的闪光弹 警报是假的 放闪才是真的 另外呢 今年亚洲小姐网路区的决赛 已经顺利落幕 不过前十名的候选家里的颜值 引起了网友的一片虚声 尤其有这样的画面曝光 可以看到他们穿着白T 还有牛仔小短裤 大修性感的好身材 不过呢 却被网友说不买单 因为气质明显不行 另外周秋姐要烤肉 来看看营养师贴心的提供 烤肉热量排行榜 让大家很讶异的说 第一名热量最高的是什么呢 百叶豆腐 还有呢 包含第二名猪血糕 再来甜不辣 小芳豆干 都是名列前茅 尤其有营养师说 第一名大魔王 百叶豆腐的油脂含量 真的非常的高 百分之七十都是油 不过让网友看 网友也傻傻地说 不过我已经买了 一整包了耶 那要怎么办 再说到了今年要烤肉 中秋节其实各大 烧烤业者也掀起的是 和牛烤肉大战 向店家推出的是 平价的和牛吃到饱 还有呢 中秋节期间限定的 和牛套餐 而另外还有烧肉店 强达的是A5和牛 单片只卖三十八块 要来拼业绩 那晚间已经很多人 烤起来了 是高雄凤山的陈毅礼 举办一年一度的 封街烤肉 今年呢因为一起 李少原本还想说 要把规模缩小一点 把参加人数控制 在千人以下 不过看起来 民众非常的踊跃 现场还是挤进了 上千人一起烤肉 场面相当热闹 除了吃烤肉 不少人也会寄送礼盒 像家A这个女子寄了 冷冻乌鱼籽 还有包子 要给在吉隆的家人 还特别上面标明了 冷冻宅配 没有想到隔天 家人收到包裹 却变成了常温 乌鱼籽还坏掉 让他气炸